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九颗护花的大发灰兰 第九颗呢,其实是中间这一颗 左右呢,是第一颗跟第六七颗 为什么我会给它们放在一起拍呢? 因为它们长得确实是很像 如果你没有仔细细分拌的话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这个主角吧 今天的主角,第九颗 它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下它的后面 我拍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的后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曾经以为它是粉红色的 就是粉色偏白一点 没想到它其实还偏的挺白的 它跟第六颗这一颗呢,是非常的像 可是也有点不像,你看 它这一颗呢,是 这种白的 然后呢,它这个是粉 后面是... 后面从后面看,其实是挺明显的 很不一样 我们再来从前面看一下 我们再来从前面看一下 它的...它的颜色确实是... 比较粉一点 粉红色的 花瓣呢,也有... 花瓣是偏粉红 纯瓣呢,它也不一样 纯瓣呢,它也不一样 纯瓣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样子 这一颗呢,是...你看 它这种它的斑点是比较大 它们的斑点是会比较大一点 同样呢,这一颗是有香味的 第九颗复花的蝴蝶蓝 大花肺蓝,说错 第九颗复花的大花肺蓝 香味其实是挺明显的 当它是含苹带蓝的时候呢 只要你靠近一点 它那个香味就非常非常的好闻了 比这个... 第六、第七颗的... 复花的大花肺蓝的香味还浓 这一颗呢,你要... 这个是第六、第七颗 你要把它... 臭绝了,你才闻得到 它这一个呢,你不用... 而且它那个纯瓣,你看到它开了一两天之后 它就会变粉红色的,很漂亮 这是第一颗 第一颗当然是...肯定是更明显的 第一颗是这样子的 其实它... 实际当中它会带一点黄 然后呢,这个第九颗呢,实际的... 颜色中呢,是带点粉 非常...浅粉 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刚开花的样子 因为我有做记录 它刚含苹带花的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中午的太阳 上月六号 我刚刚靠近一下,闻一下 都有香味的 这是商业区号的样子 它已经打开了一半了 这个有香味的... 大花菲啦 这一颗又是一颗有香味的 上月十号 这一朵花终于盛开了 好漂亮哦 特别像它这个唇瓣 我真的太喜欢它这个唇瓣了 好清晰 真的很美 而且它这个香味是很浓 我今天拍了好多盆 大花菲兰 一路闻上来 就只有这一颗香味 就只有这一颗香味是最明显的 这一颗香味 这一颗应该是我同事 他们家对面的一个老外种的 他当初知道我喜欢兰花 像他咬 听说呢 他们那个工艺啊 不允许外面种东西的 所以他把这些狼 像这一个兰花呢 他有一大波 一大盆都扔掉了 我好可惜 感觉好可惜哦 早知如如他要扔掉 我应该去像他要 而且这个品种真的很美 超级美 特别是他的花苞 所有的花苞呢 我感觉除了那个绿色的那个花苞以外 就是这一颗最美的 你看他的背面 有没有像那种大的艺朗花一样 非常好看 我感觉到这种背面 看见他那个含苞在方的 花苞呢 比他花还好看 这个叶子要给他拿 这个叶子要给他拿 上叶子一号 这一颗呢 粉中带白呢 我给他做做记号 我现在所有的兰花都会给他们做记号 他是 白粉 白中 粉中带白的 然后有香味的 而且我会把每颗 护花的大发肺兰呢 我会拍照片去洗出来 放在我的 专门做一个他们的记录 是不是非常配蓝啊 这一颗大发肺兰呢 他有两个花苞 你看来看看他的甲铃镜 他可能我当初种的时候只有两个甲铃镜 然后呢这一颗是新长的 那边比较小于那一颗也是新长的 这个先开花的这一颗 花苞呢 基本上都已经开了 他只有七朵花而已 我特喜欢看他环包带的样子 是不是特漂亮 这个呢我今年呢会重点培养 重点培育一下 很漂亮 来看一下第二颗 第二个花苔 很可怜的只有四个花苔而已 不过呢算起来要感恩了也很开心的 因为他是 这颗兰花也是我19年 才种的 然后现在他已经开花了 大花惠兰呢一般都是种的 比如说19年年底种的到 2000年那一年没开花是正常的 隔年开花是正常的 而且你必须老梗 马上种马上开花也有 只是那种 距离也非常非常的小 好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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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